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温新闻 提供给大家温哥华最新的活动讯息 首先回顾上周的活动讯息 加拿大国际烟火节 8月2号将会有英国代表队 8月5号将会有加拿大代表队 喜欢观看烟火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两天的表演哟 另外8月5号将会有藏宝活动 以及第六届街舞加年华 8月5号到8月6号还会有日本加年华 更多详细活动资讯请参考上周温新闻 8月5号早上11点到6点 将会举行Sunset Beach Festival的活动 Love is the greatest connection 当天将会有许多表演以及游行 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去体验那欢乐的气氛 同样在8月5号到8月6号早上9点到晚上10点 将会举行Why Rock Sea Festival 白石镇海洋加年华 当天将会有属于亲子间的活动 火炬游行 以及烟火施放 接下来要介绍下周的活动 第一个活动是Slyler City 将会在8月12号到8月13号早上10点 在North Vancouver举行 当天将会有超大型的充气滑水道 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的话 一定要到现场去体验看看 当天除了会有这个超大型滑水道之外 还会有Food Track以及Life Music的活动 活动票价为30元到50元 大家要记得上线报名哦 Harmony Arts Festival 地点是在Argyll Avenue上 这是一个为期10天的活动 从8月4号到8月13号 现场会有超过70场的音乐会 还有免费的户外电影可以看 得带野餐店还有小椅子去现场 那这个活动它还有提供免费的 Shuttle Bus可以给大家搭乘 地点是在Kelada Place 和Royal Parks Shopping Center上 Richmond Marita Festival 时间是在8月12号到8月13号 地点是在Richmond的造船厂国家 历史遗迹上 那所以都可以到现场去参观 他们有传统的木造船 还有可以现场做手工艺品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表演和美食 那这活动也是免费的哦 Vancouver Chinatown Festival 也是一样是在8月12号到8月13号 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10点 那这活动可以到现场去体验历史文化 还有很多的活动表演 那在礼拜六晚上还会有街头派对可以参加 这活动也是免费的哦 如果有我们没有介绍到的活动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或是分享给我们哟 那活动的详细资讯 都会在YouTube影片的下方 那就谢谢大家收看本周的温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